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今輪的英超聯賽裡 利物浦作客狼隊20比3是慘敗的 而在賽後 英格蘭明宿著名評論員麥慎 點評了紅軍球員的表現 麥慎就表示 利物浦的開局很差 他們確實努力了 我看見利物浦黑場對著白麗頓的英超比賽 紅軍被打得很慘 這場對著狼隊 如果他們能夠入到一球 相信繼續比賽就會取得好結果 他們今場比客戰白麗頓的一場 付出了更多 但是隨後在反擊當中 狼隊的中場魯賓利維斯 射入了一個漂亮球 利維斯和艾達馬泰奧尼都發揮出色 今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高譜坐在那裡 雖然他不喜歡失敗這個詞 但是我覺得他不知道現在還可以做些什麼 你看看這一支球隊 他們跟去年相差了一百萬英里 如果幾名球員恢復健康 例如雲迪克可以復出 還有如果他們在歐冠聯兩回合的交鋒裡 能夠擊敗王馬 這樣情形就會不一樣 不過看他們這一場比賽 我就不認為他們能夠做到 場上沒有了雲迪克在身邊 馬迪普和祖姑美斯看來都不一樣 兩個邊後衛迷失了方向 而中場就被剪壓 麥臣最後就補充 在前場達文紐尼斯的足球次數 比任何球員都要多 但是就沒有發明中目標取得入球 至於沙拿的表現 距離取得入球是非常之遠 如果你麥普球員上一季的評分有8到9分 他們目前來說則只有5到6分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